商場在開埠早期 廟鏡台有一棵過百年歷史的老榕樹 經常作弄街坊 有街坊忍不住 就拿一把菜刀去斬棗老榕樹 樹身就竟然走出 結果這個人當晚離奇暴斃 身上還發現很傷 後來是一次雷電交加的晚上 老榕樹被雷電砍中之後 一隻著火的怪物 居然由樹身掉出來了 第二天, 街坊發現老榕樹燒焦了 而在旁邊有一團 已經燒到黑了, 乖型乖傷的物體 大家都相信這隻就是死了的榕樹症 你走嗎? 不走嗎? 走 不走, 信奶死了什麼時候? 夠丹麥救我, 有人不做 走去做處處, 狗, 你說什麼? 狗就不做了, 黑社會說話 什麼? 誰拍照? 誰? 你拍什麼照? 拍照 不好意思, 童魚 他幫我拍攝寫真 怎麼了?什麼事? 易少爺, 你是警察 應該說一句公道的話 現在那棵榕樹生了渴巾病 如果不砍掉它 會傳染所有樹都死的 樹木扮昨天抽取泥土樣本 驗到有真菌, 還沒確診 有道理, 你們太急 應該先等確診了嘛 不, 最安全的就是砍了一棵樹 又有道理 安全這家事真的急不容緩 易少爺, 莫說還沒確診 就算真的驗到渴巾病 是, 前期也有醫治的 他們這群人, 未天過日走來腳樹 分明想瞞住村民才斬後袖 幸好我收到消息 我說根本就是你們放病毒進去 你說什麼?你老屈嗎? 是呀, 我只是為村民好 你為自己何包好就真 你當這個村長 隔壁小姐, 想發展這幅地 剛好這棵樹就生在這裡 你就想盡辦法, 想斬掉它 讓你們順利開工 原來跟收地有關 斬樹是少, 沒灌水來經常偷笑 我做特伐, 天有幾宗 村民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村民的集體回憶 很有報告價值, 所以不能斬 大家說是不是? 是呀… 不能斬 周華迪, 你別指著是關注組的成員 就可以帶頭佼佼鎮 你也不是這裡村的村民 我是村長, 村怎麼發展 由我負責 要不然你在這裡教壞村民 做村長不是大廈的 當然不是大廈 不是大廈的 是呀… 前輩給我, 三聲 姑姐 你整個家裡原來是大地主 冥兒 如果我一定要斬一棵樹 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開榕樹的地是屬於我們易家的 當然沒有辦法了 那行了, 村長, 開工 走… 你們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點 手啊 怎麼樣? 快點 防水噴血了 有水噴血了 很厲害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